让充满回忆的车子房子获得应有的保障 State Farm让您稳健一声 各位车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安东尼 那我今天带大家来到2017年的LLL Show 许多的车厂会在这边做一个明年度 也就是2018年甚至2019年式的新车款的一个发表 那有别于以往 LLL Show 今年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新车在这边做一个上市或者一个发表 那甚至像Audi Honda这些车厂连一个记者会其实都没有做一个举行 不过没有关系 其实还是有许多非常相当具重要性的车款在这边做一个问世 那我们等一下会一一的为大家来介绍 在我身边这台是2018年Nissan Kicks 那这个Kicks呢其实是Nissan Juke的一个后继车款 那一开始它原本是一个在巴西制造 然后专门为南美洲设计的Crossover 小型Crossover 那不过呢Nissan决定在今年的LL Show带来到北美 然后做一个上市 那未来呢它也会是一个全球战略的车款 所以我们应该会在亚洲甚至欧洲其他地方看到这台车的这个身影 那它最大的特色呢是它有一个选配的一个双色的车顶 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白色的车子的话 这台车没有选配 但如果你是白色的车的话 你的屋顶会可以搭配黑色的屋顶 那如果你是蓝色的车子的话 屋顶会是白色的屋顶 车顶那如果在灰色的车上面的车顶就会变成一个橘色的车顶 那Nissan表示呢 它们要在设计这台CX之前呢 就是要创造一个内装最大的空间 在同期中创造一个内装最大的空间 所以呢我刚才做进去呢 其实不管是在前座后座或者是后相关 尤其是头部的空间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足够的 那当然也是要感谢在这么一个方正的一个造型上面 所以跟Nissan Juke来比的话 在空间上面其实是增加非常非常的大 那在设计的理念上面 之前的Juke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外表 那KIGS就是比较相较于保守 那跟他们讲的比较方正的一个造型 那车头方面呢 这个VMotion的这个水箱罩呢 走的是比较摩登的风格 没有像其他Nissan的车款比较动感 然后比较圆滑 那在车头灯的部分 特意用一个熏黑的方式 虽然没有时下流行任何LED的日行灯 或是LED的小灯 不过呢 带点熏黑的这个点缀呢 其实是让这台车更加的动感 那在车尾呢 造型附有浓浓的Nissan SUV的设计的风格 那保管下面特意用一个车身 颜色及防刮材质 黑色塑料来做一个混搭 那尾灯上面配置一样是没有LED的配置 引擎的部分是一个1.6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125p的马力跟115磅的扭力 搭配了Nissan车款里面很常见的一个CVT的变速箱 那在传统方式呢很可惜 很多的小型的Crossover 都会有一个前轮传统或四轮传统的这个选择配置 但是在Kicks上面至少目前北美只有一个前轮传动 唯一的一个前轮传动方式 所以在平价小型的Crossover来讲 其实Nissan的Juke算是非常非常的先驱 算是同级车中第一第二个出来的 那在市场也穿出来一个非常好的口碑 那JT的Kicks虽然呢内装有更大的空间 不过呢在基本的动力单元上面少了 跟Juke比少了一个Turbo 所以走的是比较实惠 然后比较耐用的一个风格 同级的对手有福特的Ecosport 然后Juke的Renegade Toyota的CHR跟Honda的HRB 那甚至还有今天同场发表的 Hyundai的Kona跟Kia的Soul 那这台车预计在2018年的6月登场 正式的售价还没出来 不过大概会订在2万块美元以下 让充满回忆的车子房子 获得应有的保障 State Farm让您文件一声